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这个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对于新赛季狼队的一些看法 因为确实看到很多弹幕 直播间的弹幕 包括是各方面的一些评价 都是觉得这次狼队大换血之后呢 废了 走远了 甚至已经被排到了实力的末端 我个人的理解可能与这些理解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说我想出这期视频来讲一下 首先讲结论就是我依然看好狼队 那么我讲三点吧 第一点首先求生者 因为狼队这次走完了只剩下了487和小果冻 但是求生者方面的话487和小果冻是主心骨 这点没错吧 小果冻指挥位没走 487一个carry位没有走 他们带过来两个谁呢 一个呱呱一个帅某人 呱呱前职业选手 他的先知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说这个实力不用担心 那么帅某人的话呢 我没记错 他是一个主打前锋的这样一个旧人位 那现在狼队本身就缺一个旧人位 帅某人来了之后呢 弥补了这一点 要知道狼队以前最顶的旧人位狮子是干嘛的呢 狮子是前SE的杂技 他是加入了狼队 加入了职业以后 先练的佣兵 先练的佣兵都能这么猛 那我相信 虽然某人在加入这边狼队之后呢 应该在整个战队的 也不能说逼迫吧 这个氛围之下 他只要能够肯练 打一个合格的旧人位 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换老师走以后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祭司 他的这手辅助的位置呢 可能要交到这边 呱呱和487进行分摊 487的话呢 如果需要OB应该是他来打 然后如果说需要祭司这一类辅助的话 估计也是487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 就是在比赛当中 487来承担这一个 那个祭司的位置嘛 特别是有一次在圣心医院 那个祭司绝地地窖 对吧 相信大家还记忆犹生 关花这边的话呢 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心理啊 先知啊 或者说甚至一些花火 就是比如说 玩具梢 这一类的一些辅助 由他来操刀啊 那么小果冻这边的话呢 顶梁大柱 这个指挥位没走 我觉得狼队的求生者就不会垮 依然是联盟当中 数一数二的顶级求生者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大家质疑的是 狼队这边的监管者 因为来的两个监管者呢 都不是我们熟悉的 叶宇的话呢 其实他之前给我的印象很深的是 在胡锦春 还是是胡锦春吧 那把的影视差一点厮杀 最后变成了平局 但是因为他之前没有怎么上过嘛 所以临场的一个经验 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 但是他之前打出来的效果是可以的 从结果上来看 他的实力是可以认可的 那么他在跟宠爱两个人进轮换的时候 再加上现在的比赛呢 之后是全局BP 像宠爱这种手里面有一手 别人没有的绝活的监管者 说实话打到后面 你真不一定这小丑掏出来 给你来个四杀绝地翻盘 有没有可能是有的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配置之下 首先这个配置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其次呢 可能会在赛季出那一段 因为是重新开始磨合 包括叶宇和宠爱 临场大赛的经验并不那么丰富 可能打出来的效果不那么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验的累积 包括求生者方面 他们的一个默契程度的一个提升 我相信狼队依然是一支强队 而且是一支顶尖强队 这是我的看法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看到一些评论 就是对于狼队的主教练抽风这边的一些讨论吧 就觉得抽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就想说一句话 狼队这些选手 他们都没有质疑主教练 不是 你们在质疑一个啥呢 对吧 好吧 那么本次的视频呢 到这边就结束了 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呢 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讨论 不要吵架 然后呢 如果说想让我评价其他队伍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当中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 来讲出我的分析 好吧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